妳在八點檔拍一陣的時候 難免妳會存到第一筆錢 就差不多 我就差不多一百萬左右 妳要投資自己 而且如果妳真的是一個 很獨立的女生 妳一定要有愛瑪士 然後後來買的時候 我才發現完蛋了 我想說先打工好了 那我就去發傳 然後剛好疫情戴口罩 就是妳在八點檔拍一陣的時候 難免妳會存到第一筆錢 就差不多 我就差不多一百萬左右 是差不多的 然後那個時候 又有另外的朋友講說 我跟你講 妳要投資自己 而且如果妳真的是一個 很獨立的女生 妳一定要有愛瑪士 對 那個時候 我還不知道什麼事 是同一個人說的嗎 是同一個人說的嗎 另外一個人 然後我想說 妳朋友都該斷交的 這個離我太遙遠了 然後她就開始就說 她就是有 好像很多都是 那時候買了一個 康康的黑金 然後跟一個那個大小鬼 那個人就直接 會送到我們的住家 然後戴著白手套 很專業給妳看證明 然後這樣拿給妳看什麼什麼的 然後後來她還說 需要拍照嗎 然後我還幫我們 拍了很多的照片這樣子 然後後來買的時候 我才發現完蛋了 薩納間妳存到那筆錢 它已經歸為禮了 對啊 妳還有之前刷的卡 那些怎麼辦 然後突然間 差不多戲已經到了尾聲 因為劇本 因為劇本有時候 是妳沒辦法預期的 然後差不多 他們可能已經找到 接檔或什麼 就結束了 然後突然間我想說 完了 怎麼辦 可是那時候心想說 可是本來有一些 在洽談之後的戲 也差不多可能兩三個月 會銜接要拍 我就覺得應該還好 但是疫情來了 等於原本談好的 要去中南部的戲 全沒有了 那變成我當下 完全不知道幹嘛了 可是我一定要去 避免就是我的生活的負擔 我想說先打工好了 然後那時候我打工 就先找周遭的朋友 比較熟的 然後就是有一些 是在那種公關公司 他們活動常常要設計一些 海報或是他們固定定點 周日都會到哪裡去 然後發傳單 那我就去發傳單 然後剛好疫情戴口罩 所以我就戴口罩 所以人家真的 沒有被認出來 我還戴很深的墨鏡 然後 戴口罩 然後戴著香奈兒的 所以妳背著妳的愛老師 在發傳單 然後戴著Gucci的髮帶 還有P在 妳們要請土豪哥 來救救大船 我覺得好像 那種名字取得好 絕對 沒有啦 其實這是好啦 但是他可以把自己過身土豪 他們還有救嗎 OK 其實還有救 因為我有過過一樣的生活 真的 真的 我剛剛畢業的時候 也因為很多學代嘛 那學代基本上是 會入不敷出的 對 所以那時候面臨到 跟宇安一樣的狀況 每個月最害怕面臨那個 打開我的帳戶的那個時候 你就覺得很悲哀啦 對 因為是 八位數的密碼 保護三位數的存款 真的 也是 很糟糕的 能到換過還多 對 能到換過 對 所以後來發現 其實就去上很多人 都不一樣的這種課程 發現其實從一個缺錢狀態 到真的有錢 就三個步驟 OK 但是要記住 存錢不是終點 存完錢之後 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對 只是呢 如果我們存錢不解決的話 就不用想著要有錢了 不管所在都沒有用 存不了錢 月光族最大的障礙 兩個原因 第一個叫做 衝動性消費 對 你覺得自己值得這麼好 或是別人跟你講 你就是值得一代嗎 就是太會套賞自己 對 再來第二個就是 一想到存錢就覺得很辛苦 所以要應付這兩點 我們就把存錢的方法 分成兩個主要方式 第一個叫 主動型存錢法 主動型 第二個叫被動型 那被動是可以保護所有的 就是在你的帳戶裡面 設置一個水庫 水庫就是說 就是說像現在老天下雨 然後我們蓋水庫 除水嘛 對 到你家還有一個水塔 把水存下來 這個是巴菲特的方法 你把所有的收入進來之後 先留個至少十百分 或是五百一千 反正有個錢 先支付給自己 留到那個存款帳戶裡面去 剩下的錢 再放到你的開支帳戶 另外一個叫主動型的 我們要開始去想 我存的這個錢 雖然很辛苦 雖然說可能不能買艾瑪士 但是我的未來會很有幫助 再來第二個就是更重要的事情了 就是我們需要所有人去想一想 到底我們要的那個理想生活 是長什麼樣子的 我們會建議先從一年之後 開始想 一年之後 對 一年之後開始想 你覺得你一年之後 你的財務狀況是什麼樣子 往兩個方向寫 一個叫資產 比如說我要買車 買尤克利利 買艾瑪士 那我就把它全部寫下來 再來第二個就是到時候 你可能同時希望有 每個禮拜健身三次 一年度假兩次等等的 那麼這些屬於開銷類別的 是 就是你有多少錢可以給你花 心理特質來講 有些人他花錢是痛的 很奇妙 這些人花錢是快樂的 開心的 可是有些人像 像你或者甚至像小梁哥 或什麼他們 有些人他們在花錢的時候 是不快樂的 我沒有跟小梁哥 同一個等於的 我跟他有很大的落差 有些人他的快樂值 來自於他看到他 唇款部上面增加的額度 他沒有用它 他就是快樂在這裡而已 對 這也是另外一種 極端的人格 我們以後討論 有沒有 好 那我們先來 看一下大家寫的這個 未來目標有哪些 我們先從Eason開始 住在有草皮的房子 有草原 你也說得好嗎 看不知的兩題嗎 聽起來有點像是往生的 不是 有草皮的房子 不要錢 等一下 他說你聽起來像是往生的 我不是說死後 我不是說還活 還暫時的時候 如果這個已經往生的是 住在有 長草的房子 對啊 清明今天還沒人去煮草 我想要住在就譬如說 有自己的院子 有前院 後院這樣子 我覺得你搬來投層住 比較快 然後投層都有 還有海邊喔 對啊 是 好 來 田田 我希望沒有任何的負債 其實負債主要就是 貸款的部分 車貸 房貸 還有很多買的投資型保單 要一直繳那些都不要了 然後在內湖可以有六十坪的房子 因為才夠小孩住 然後小孩可以沒有煩惱的 就是沒有任何經濟壓力 長到國中 不是 長到高中 因為高中之後他會靠自己 妳現在講的是明年的 妳真的下輩子嗎 妳真的下輩子好不好 妳真的下輩子 妳真的下輩子好不好 小孩沒煩惱 好 小孩沒煩惱就好了 小孩沒煩惱 妳講寫媽媽先沒煩惱 真的 真的 應該是媽媽沒煩惱 不好意思 老實在小孩沒有煩惱 對 好 宇安 因為我女兒 她現在高一 她說她接下來大學 她想去國外念 所以我就想說 開始要幫她存 她接下來國外念書的學費 沒錯 對 然後我的車 我也想說 時間到了也差不多該換一台車 沒錯 我覺得她的目標很好 對 OK 這樣很棒 所以其實 當然現在因為時間很短 大家寫得比較少 但實際上它是一個 非常棒的一個流程 就是呼籲所有的觀眾朋友 都要做這個事情 你要自己有一個夢想倉庫 這可能是一年 兩年 五年 像到高中都沒有問題的 大家把想要做的 所有事情寫進去 接著呢 定期去檢視它 你會發現有些東西 那個三分鐘熱度 就直接把它給刪掉了 你不會做就不要做了 你是說草皮改成鐵皮 很快就實現了 超砍到價值 對 真實好殘酷喔 那甜甜也很快啊 就是把那壺油六十瓶 改成六瓶 這樣比較快 對啊 慢慢從小變大嘛 對不對 對 對 因為真的妳在做 財務繪畫的時候 會更加清楚知道說 其實我需要多少錢就夠了 妳就不會去無謂的賣命啊 然後存得很辛苦 妳也可以有比較好的生活品質 比較可以長期 好 所以其實很多的這個方法 是激勵自己要存錢 是第一步驟 對 那有很多人就說 那存錢第一步驟 當然就是要記帳啊 沒錯 如果你都不知道 自己錢花到哪裡 到底怎麼存住錢呢 對 記帳這件事情 我們從小就電視上 很多人都在教記帳這件事 我也做過啊 但是我記完 譬如說一個本子記完 我心想說我到底記這個幹什麼 對 我就是那種很標準的覺得 我節緣不行 我就努力的開 節流不行 我就努力的開圓 對 我就覺得 可是只開圓不節流 也不行 對 因為妳會不知道 妳錢花到哪裡去 妳不知道哪裡可以省 所以妳根本不知道 妳到了月底之後 妳是有盈餘還是負債 可是我都覺得 我花的是不能省的事啊 譬如說我要去工作 我不能走路去 我還是要坐車啊 我記得我坐車 妳現在講出來的都是不能省 可是其實剛剛月安在分享的時候 我就覺得她一定有漏洞 只是她自己不知道她的洞在哪 因為我今天真的重新認識妳 妳怎麼會到 賺那麼多錢的 然後到最後是跟小孩借錢 她剛剛講說 對啊 很誇張 真的妳 沒有 那個時候是因為 我就覺得說 好 我要努力的陪小孩 因為她成長只有一次 對 然後呢 當然我那個時候 辭了購物台 我本來想說 我還可以回購物台當來賓 但是那個時候 就被購物台覺得說 妳不當我的主持人 我也不讓妳來上我的節目 所以就有一點像被封殺 這樣的意思 所以等於說我本來預計 我的收入的這些狀況 其實是全部都是沒有的 就停了 對 然後就變成說要上通告 可是有一些基本的房貸 車貸的開銷 妳每個月還是要付 所以那個時候就 農曆年到了 然後那個時候 我就不想讓我爸媽擔心說 好像我離開了購物台 我就活不下去了 所以每一年該包的紅包 我還是要包 可是問題就在於說 那個紅包錢哪裡來啊 對 然後因為我從小就知道 我小時候的紅包錢 都被爸媽收走 所以我從小就讓我的 兩個小孩知道說 你們的紅包錢 媽媽每個人幫妳開個戶頭 你們的紅包錢 都有一個存責 都在這裡 對 所以在當我為難的時候 那兩本存責就發揮作用了 我就把兩個小孩叫過來 我就說媽媽這一年 因為要陪你們 所以媽咪的收入銳減 可是馬上過年要到 我要包紅包給阿公 阿嬤 又不可以讓阿公 阿嬤擔心 對 所以我想跟妳們 就把腦筋動到自己小孩身上 妳真的很誇張 然後我跟妳講 那個時候妳就完全的 感受到兩個小孩 是完全不一樣的個性 我女兒就趕快把 那個存款布拿出來說 媽咪妳要多少妳就拿去用 對 好大型喔 生女兒就這個貼心 暖啊 然後接下來我兒子 就慢吞吞去 要抽筒拿過來說 妳要借多少 妳有預計什麼時候 可以還我嗎 我說媽媽沒有辦法保證 但是我一定會還妳的 妳不要擔心 好有概念喔 她沒有問妳說 媽媽那妳要給我幾分力 對 那個小孩不知道 利息這件事 她是在乎媽媽還不還嗎 有沒有要還